我們人生第一支Youtube影片 -有啊! 有沒有拍Youtube的影片? -有啊! 有沒有拍Youtube的影片? -我有 我也是比較開心的 -什麼意思? 你不要不理我 今天終於要來錄 我們人生第一支Youtube影片 -耶! 期待超久 終於講了那麼久 終於要拍了 -好緊張喔 -你緊張什麼? 我準備了網友問我們的QA來回答 -哇! 我還沒看過所以 -就直接來 -直接來嗎? 直接來 -好喔 來 直接問 -第一題 想知道Bony創業的契機 -創業 我其實從大學就一直在創業 -我沒有上班過 然後我創過很多種不同的業 -但是最近大家可能就比較知道我在做Youtube -但是我最近還在做了一個新的叫MOM -這是一個內衣褲品牌 -然後MOM派有一起做一點點 -做了幾條男生內褲給你 -為什麼要做Youtube? 當初要做Youtube -因為我那時候就買了很多運動衣 -但是每一套都有點貴 -然後我那時候一邊健身一邊就覺得 -總不可能每個女生都這樣跟我一樣 -一直買這些很貴的運動衣棒 -我就覺得我應該要做一些評價一點的 -所以就因為這樣你就做了Youtube -對啊 每個禮拜健身一次 -然後就一定要換一套 -我不穿一樣的 -好吧 -那當初怎麼會想賣衣服呢? -我從小就超級愛買衣服欸 -我記得我人生第一次自己去逛街 -就我國中的時候 -我自己幫自己買完一條牛仔裙 -然後我就快哭了 -我想說這就是買衣服的感覺 -那這個就讓你想要賣衣服嗎? -對啊 因為對我來講 -就是穿搭 -我很能夠就是樂在其中 -而且我連國小的時候那種便服日 -我就一個禮拜前我就會想好我要穿什麼 -你有這樣嗎? -也沒有欸 -我就當天早上看到什麼想穿什麼 -沒有就超早就計畫好 -然後那種畢業旅行尤其重要 -大概一個月前就開始想 -這畢業旅行要穿什麼 -我覺得女生可能會比較在意要穿什麼 -男生就好看就好 -隨隨便便 -如何吃跟搭配怎樣的運動 -才能瘦的健康跟漂亮 -我覺得吃一定要吃得飽 -但是不要吃負擔太重的東西 -但像我就是早上吃一頓下班吃一頓 -然後不知不覺這就是有點在 -好像是那個斷食法 -其實就是這樣 -有嗎? -168 -168斷食法 -但我是不知不覺這樣 -因為我在忙的時候是不吃東西的 -通常吃肉吃比較多 -有比較沒看 -欸他從100多公斤變成90幾公斤 -等一下可以浮出一個你100多公斤的超級 -但是我之前真的很胖 -他一直說如果我那麼胖的時候認識的話就會不喜歡他 -但我是覺得胖胖的我也可以 -最好是 -我胖胖的時候他可能連看我都不想看 -我可以 -Herry跟Bonnie都是如何分配自己的一天 -一天嗎? -我開始好了 -因為我的一天感覺比較沒有那麼忙 -你過了一個悠哉的人生 -也沒有很悠哉啦 -也蠻悠哉 -你的一天是什麼 -我的一天喔 -早上我通常會去打高爾夫球 -我最近打得很勤 -所以早上大概六點半就要到球場 -表示我大概五點就要起床 -然後準備然後開車大概一小時到球場 -然後呢打球很久 -大概四個半小時到五小時 -所以那樣子我早上對半打到大概十一點鐘 -弄一弄開車回來到台北是十一點中午 -然後呢回家吃個飯 -吃個飯之後呢看要不要來找 -我們伴娘來公司看看換一換看看人工在幹嘛 -探班一下 -後來就是回家睡個午覺睡個午餐 -然後弄一弄呢 -晚上來接她回家吃飯 -我的一天就這樣 -我的一天我大概七點起床 -我每天都固定先喝兩杯咖啡 -然後可能會稍微冥想一下 -如果有空的話就那種十分鐘 -然後可能是看一下YouTube頻道做運動 -然後再來九點到公司開始上班 -從早就開始各式各樣的會 -通常就是不知不覺的開始肚子餓了才會 -發現啊要下班了 -然後開始肚子餓了就找她一起吃晚餐 -通常我回到家之後就是躺濕狀態 -就是躺在床上 -或是躺在沙巴上 -看電視 -嗯放空 -對然後就很早睡 -12點以前要睡 -不然我隔天就會非常非常累 -怎麼分配你們的時間 -然後跟他們的順序 -就譬如說事業家人情人跟自己 -我自己的話我好像非常非常喜歡工作 -嗯太喜歡了 -他們每次都說我可以不要再用手機嗎 -我可以不要一直上班嗎 -就每次吃飯的時候 -就我一天就只見他一次 -好見到他就很開心 -但是呢他每次都在工作 -我的時間分配就是大部分就是工作 -對他就工作 -再來就是家人 -然後我朋友聚會的頻率大概一個禮拜 -可以接受一兩次 -現在呢我就想說如果他很忙 -我就不要約他 -我就繼續找朋友 -我也是比較開心 -什麼意思 -因為你都不理我 -什麼意思 -我也在理你啊 -那跟他吃飯有一個一面牆的吃飯 -我就直接吃飯 -沒有 -因為都不理我 -我最近都有把那個手機丟掉 -你騙人 -有啊 -有啊 -你騙人 -有啊 -你不要拍YouTube一定要這樣 -好下一題 -好那你們兩個遇到西風的挫折跟困難 -都是怎麼克服的 -我通常都不會覺得挫折或困難怎麼樣 -就是會只是覺得人生本來就是這樣 -因為有低的時候才會有高 -我覺得我也沒什麼困難欸 -我就往好的方向想 -不要想太多不好的事 -我覺得就要去克服一些可能悲觀的事 -你們兩個都是如何做理財的規劃 -我覺得主要就是看自己想要什麼東西 -因為每個人的價值觀不一樣 -所以可能就要從你想要什麼 -然後開始來想你要如何獲得那些 -覺得人生開心就好 -也是 -但你呢 -我覺得我自己不太買東西欸 -我偶爾會買一個可能一件喜歡的衣服 -但很少真的很少 -但我覺得我是最喜歡投資自己 -把所有的資金用來投資在我喜歡做的事情上面 -就其實我覺得什麼房子車子那些 -其實我自己都覺得還好 -但是我非常喜歡創立公司 -我就是如果有樂趣 -我就會花很多時間 -就已經剪在那個上面 -好下一題 -拍照的攻略 -以前所有衝達繞影片 -拍照攻略我覺得就是在自然光 -天氣好的時候你要把握那一天出去拍 -然後最簡單就是在乾淨一點的地方拍 -這樣你才不會容易場景跟你的衣服顏色搭不起來就錯了 -那再來如何看起來瘦 -我覺得就是把自己的比例抓好 -就下半身盡量拉長 -上半身短短的 -這樣就會先顯高 -顯高一定就會瘦 -你可以上半身穿短一點啊 -下半身穿超高腰整個看起來一定會瘦 -那男生呢 -男生 -像你的話你就是腿比較細啊 -那你就褲子穿緊一點 -然後上半身你就可以大一點 -就會看起來顯 -看到你腿細的地方 -看不到你胖的地方 -你喜歡的奢侈品的品牌 -哪方面 -一個 -一個而已嗎 -皮夾類的好不好 -皮夾 -皮夾類的 -你先說嗎 -你喜歡什麼皮夾 -Omess -很貴 -很貴喔 -就是很 -因為我很少在買皮夾 -所以才會覺得那個可以用很久 -不太有什麼流行性的問題 -那你現在用哪一個 -那你現在用什麼 -他硬要我講 -我現在用他送我的那個 -帶我好好喔 -好猛狗 -去年就幫他買一條 -長甲 -我媽有一個習俗 -就是說紙鈔不能折 -所以他就說要買長甲 -那樣子才會好一點 -我就想說 -好吧 那個幫他買個長甲 -好結果就 -就這樣 -謝謝 -不客氣 -你再多送幾個喔 -不要 -一個就夠了 -那我試用一個 -也是Hermes的皮夾 -但是我的皮夾是 -那種 -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-像一個水餃包一樣 -就這樣有一個扣子 -扣起來 -真的很方便 -那那個不能放零錢 -是可以放 -它會飛出 -但是就可以放很多卡 -又可以放紙鈔 -放我的護身符 -放一些有的沒的 -反正就 -對阿我覺得很方便 -它是一個很低調 -因為它也沒有什麼大logo認識 -所以不知道是Hermes的人 -就真的不會知道是Hermes -但是它就是一個可以蓋出來 -所以我們兩個講的是 -喜歡同一個牌子耶 -對阿 -如果是以皮夾類來說 -因為我用那麼多皮夾 -就很喜歡你 -水餃包 -Hermes水餃包 -那你們兩個會煮飯嗎 -你會煮飯嗎 -你說 -我會喔 -他有一次想要煮咖哩飯 -證明說他會煮飯 -是可以吃的 -什麼意思 -但是他就是 -對阿不常煮 -所以他可能廚藝沒有太好 -但是他是如果真的要煮的話 -我覺得是可以弄一些東西 -他還會煮泡麵 -我沒有要吃泡麵 -是嗎 -我可以吃水餃 -跟紅油炒熟 -好 -你會煮飯嗎 -我會耶 -我真的會煮飯 -因為我那時候大學 -但是你比上次在我家煮失敗了 -因為你家的器材不足 -我怪器材 -我那時候在大學 -逼不得已 -要自己煮飯 -因為那時候大學 -家裡都不給我錢 -他也沒有在工作 -我就想說完了 -我怎麼辦 -我就只好硬學 -硬 -就看YouTube -自己弄一些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-慢慢去學會煮一些喜歡吃 -就這樣 -所以我還是會煮一些 -好啦你比我會煮 -比你會煮一些 -那樣就贏了 -好 -Kerry跟Bonnie怎麼認識的 -然後 -大家還不知道我們怎麼認識的嗎 -我們在前櫃認識的啊 -有一年過年很無聊 -我那時候還跟另外一個男的 -去那個前櫃 -被我發現了 -那時候我也沒有把他當成一回事 -他已經有男朋友 -但是呢 -過沒多久呢 -又再遇見他了 -結果這次又不一樣了 -因為他單身 -因為他沒有跟他的那個前任在一起 -我就想說好吧 -我也沒多想 -想說約他出來吃個飯 -認識這個人 -之後呢 -他就約我去他生日拍對 -然後去他生日拍對呢 -之後 -哇 -跟他就每天聊天見面 -那樣就 -就在一起了 -對就從我生日之後 -我們就每一天都再見面 -一直到現在 -都不會累嗎 -不會啊 -那就好 -我們的戀愛故事就這樣 -結帝戀的秘密 -我覺得好像跟年紀 -不是重點耶 -好像重點還是是 -你跟對方相處 -是你自己最舒服的 -好像不是他幾歲 -因為我也沒有覺得你很小 -我就會覺得自己跟你一樣小 -我們之間蠻了解互相的彼此 -所以不太有這個年紀差距的一些問題 -對 -所以我覺得好像不是那個肉體上的歲數 -是 -內心 -想法 -心態 -這個才是秘訣 -你只要了解彼此 -我覺得 -年紀再差個二三十歲 -我覺得都沒差 -那我覺得我看起來比你年輕 -有嗎 -有啊 -有沒有 -你在睜眼說瞎話嗎 -等一下叫我有去留言 -看誰比較年輕 -你有看起來比我年輕 -有啊 -你都喝那麼多酒 -我一看就是小鮮肉 -有嗎 -我很年輕的量怎麼不會那麼 -好吧算了 -你們自己來評論 -給大家投票 -去下面留言 -你覺得誰看起來比我年輕 -我就不相信他看起來比我年輕 -好來下一題 -跟公子的年紀相反 -想請問會不會擔心自己跟同年齡的人 -一樣就是還沒有進入家庭會擔心 -完全不會耶 -我就覺得很多人的思想都被 -就是社會框架給綁住 -就沒有人在規定你幾歲一定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-我就覺得那實在太傳統了 -因為不管幾歲的自己都可以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-對啊所以這樣子對我也好 -反而沒有壓力 -我覺得那樣就很感激他 -因為如果他那樣天天給我 -要創家庭的壓力我覺得 -哇天啊 -我覺得結婚是順其自然 -而且結婚是人生那麼重大的事情 -你怎麼可能在30歲還沒結婚的時候 -就說天啊我超緊張 -我現在一定要嫁掉 -然後就找一個人嫁了 -就如果那個人不是最棒的人 -為什麼要嫁呢 -對我覺得這種事不能勉強 -要真的順其自然 -真的會發生就會發生 -不能硬來 -硬來真的我覺得會不美馬 -女生一定要追求自己想要的 -不要隨便把自己嫁掉 -要找到對的人 -耶我們的第一部YouTube影片拍完了順利 -如果你們喜歡 -記得幫我們like and subscribe -然後開啟你的小鈴鐺 -然後你們之後想要看更何新的內容影片 -在下面給我留言 -拜託幫我留言 -我們都會去回喔 -好謝謝大家 -下次見 拜拜